我們一般的社會大眾可能看不到他們的勞動狀況 唯有當下屬陽的 直到死人了 我們的政府才要出來面對 盡量拼固餘工的事情 而且把他當作個案處理 台灣有可能會被歐盟用 因為剝削勞動力 勞工的理由 可能會用祭出紅牌的警告 把遠洋漁業這樣巨大的利益 建立在剝削外籍漁工的身上的時候 這樣一鍋血和海鮮 你還忍心吃得下去嗎 我們監討一下應該沒有疏失 我這邊特別做報告 大部分我所理解我們的船主 都非常的很照顧 照顧所有移工 因為我們發現 那有遺憾出現這樣的案子 那我們也不希望這個個案 破不到被擴大解釋 也是不好的 取消境外拼固 取消境外拼固 全面回歸勞擊法 全面回歸勞擊法 農委會漁業署還有勞動部 替這些賺大錢的遠洋漁業的資本家 開了一個很大的後門 他把我們所有的漁工分成所謂的境內漁工 跟境外漁工 而境內漁工是歸勞動部管 他是適用勞擊法的 但是境外漁工 他就是歸我們後面的農委會漁業署管 他是不適用勞擊法的 這些每個漁船的船主都賺大錢 但是我們這些外籍漁工 不但不適用勞擊法 連基本的保障都沒有 甚至他們所有的薪資還被極致的壓低 因為服侍群號是不一樣的案件 因為獨立媒體的報導 所以他得到了非常多大眾的關注 同樣其實是同樣關於外籍漁工 權益受到損害的一個非常重大的修法案 我們的農委會漁業署提案要求要將 84-1條例 這個血害的條例擴大適用外籍漁工 再再都顯示出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農委會漁業署 不但根本不懂所謂的勞動權益 甚至他們連基本的人權也完全不在乎 我們現在有漁工 就是漁工正在煮這個血汗的海鮮 我們想要告訴農會漁業署的就是 他們所訂定的每一個漁業管理的條例 所造成的如同類似Supriando這樣的案件 絕對不是個案 Supriando這個案件 是在去年9月的時候我們接獲到的 到印尼當地去找到他的家人 跟他的同船的同事 他在死前留下的三段影片 其實在這兩次的經驗當中 我也接觸到了其他許多的案件 也是在台灣籍的遠洋遺傳上面工作的 被剝削的勞工 一共涉及了209個人 209個人的案件 其中有莫名其妙死亡 有的是失蹤 有的是被打的半死 然後薪水完全沒有領到的狀況 有209個人 那我把這些案件交給漁業署之後呢 他們的回覆呢 就有四個案件他認了 有150個人 都沒有在他們這個漁業署裡面登記造冊的 所以這群人是不被管轄的 那這群人是什麼呢 他們還是 確實是在台灣的遠洋漁船上工作的 但是沒有被保障 連名字都沒有 所以這些人的這個賠償呢 完全要不到 當過去我們台灣的漁船 發生所謂的疊血案件的時候 我會看到我們的政府 還有我們的船主 都會跳出來說 根據台灣的刑法 的屬地主義 我們其實呢 船艦呢 是國土的延伸 所以外局漁工如果在船上犯案 那他當然 我們台灣就擁有當然的所謂司法權 涉及船主權益的時候 我們的船艦就是國土延伸 但是 當涉及漁工權益的時候 非常奇妙的 船主跟我們的政府 馬上就改口了 馬上就改口了 改口說 我們的船是在外海 我們的漁工是淨外拼固 我們的船艦似乎 就好像 不是在台灣的領土 他們就不適用牢基法了 淨外拼固 淨外拼固 草菅人民 王委會 殺人機構 淨外拼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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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儘快不用儘快節目的法律 我們所有相關的條件 我們今年已經通過養業三環 那明年一二四 我們就制度面來提升我們勞工的潛力 我們這一步來做加強 那在一二四 特別對中介的規範管理 都會來提升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他是提到 管對這個勞計法法十四條 至於擴大適用外景 那這一條牽涉層面很廣 將來就漁業署可以要求產官協 甚至社團或操法團體來共同來 交換意見 可行性可不可行 我們再來做進一步的延商 而第三個訴求是針對蘇比陽斗這樣的案件 我們認為不能夠讓我們的農會漁業署 就是發發新聞稿 然後想辦法把責任推卸掉 就這樣蒙混過關 必須要追究農委會漁業署的行政疏失 而且必須嚴懲失職人員 不是希望追究行政單位有沒有疏失 這一艘遺傳是在8月26號通報 通報透過夜店才通報傳染死亡 通報的是傳染死亡 因此我們接到的時候有一點驚嚇了 所以我們趕快勒令他進港 9月9號進港以後 我們就通知檢調單位進行 包括了對這個屍體的檢驗等等 所以馬上立刻移送法辦 我們對於船長這樣的疏失 沒有及時通報船上的生病的情況 我們也感到不可解 認為是不對的 因此我們第一時間就對這一艘遺傳 除了這個華鹽15萬 這個算是我們最高化的 那船長我們掉下到船長的執照死了5個月 那當然這個案子 因為後來在地檢署 我想大家都知道 原來他們是認為他是因病死亡 那是因為有其他的認為應該要重啟調查 所以現在地檢署重新移送法辦在調查之中 那我們就進過這樣子 因為這個行政法的部分我們已經完成了 那司法辦就走司法的路線 我們檢討一下應該沒有訴施 我這邊特別做報告 我們認為 我們論文和漁業主必須要以 勞保死亡給付的方式去專案補償 這個蘇佩安的這個死亡的漁工 這個事件如果沒有被媒體的報導 大家知道這個蘇佩安的家屬可以拿到多少錢嗎 只有10萬塊而已 一條人命只值10萬塊而已 我想以勞保死亡給付的方式 專案補償 除非要的家屬 這樣的要求 是一點都不過分 這個有關是不是專案補償 這一個部分 那就現有的話 這種法律是沒有這樣的機制 因為他船本身他有做保險 很可惜他是從意外保險 但是因為他是意外死亡 我們雇用這個經濟公司也有一萬八千多人 大部分我所理解我們的船主都非常的很照顧 照顧所有移工一萬八千 那有遺憾出現這樣的案子 我們也不希望這個個案 過不到被擴大解釋 是不好的 那我不認為歐盟會這樣子 因為他們也是很理性來看待這個案子 其實就 從這個案子來看 其實我們更是 外籍勞工算是跟我們 業界夥伴關係 因為我們非常依賴他們 所以 做我理解是 大部分的船長 船主都會提供照顧 沒有他這樣的樣子的說法 那明年1月10號 新法上路之後 像您說24號 對於仲介業的這種規範 可以避免類似最近這種事件的發生嗎 具體說明 大概會有什麼樣子的改變 第一個就是仲介 他要雇用多少人 我們以前個人還可以當做 而且將來都不行 一定要有公司組織 然後 雇用多少人 有多少要保證金 如果沒有規定的話 我們就把它沒收 其他的包括一些 查核等等 我們有一個查核的機制 就是audit的機制 第二個 我們對要求船主跟 雇用船女 有定型的企業 我們從提升到 他把它定型化 哪些是特別強調的 勞工的潛力的部分 包括薪資 包括保險 各樣的 包括公司等等 都在規範裡面 那我們要來做各樣的查核 讓他更健全更上回到 避免這樣的情況再發生 這樣子